迎接5月份全美亚太裔传统月 洛杉矶市议会最近特别宣布了 将5月2号定为菜鸟新移民日 肯定热门的电视喜剧《菜鸟新移民》 真实呈现了亚裔移民家庭 融入美国的多元文化冲击之外 同时又更进一步来赞扬华裔在美国的影响力 找来当红美国电视剧 《菜鸟新移民》夺为主要演员 一起见证洛杉矶市政府 有史以来第一次订定《菜鸟新移民日》 肯定电视剧对美国主流社会 发挥巨大影响力 拿着奖状与有容烟 不只因为电视剧深度观察 华人移民更棒的事 也让众多美国民众 重新了解与关注亚裔族群 从华裔移民尝试融入美国社会 结果阴错阳差 演出各种报效情景 到细腻刻画 《菜鸟新移民》 一件件文化冲击 不仅倒进美国社会各阶层的新生 也让洛杉矶市政府相信 美国就是移民大家庭 面对川普对移民政策的不友善 洛杉矶市政府反而订定了 《菜鸟移民经验日》 就是希望亚裔能发挥影响力 让每个移民者都可以融入美国社会 不再被当成是外来者 以上是东正新闻 印红文罗瑞丽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